乐天桃园队宣布将由壮壮Rina 还有宋晨熙担任应援女团长 虽然去年没有打经济游戏 但今天在啦啦队的补墙上 非常的成功 我猜他们是可能想要 柏龙回来的话 用啦啦队补偿给火腿队嘛 一看子余说 他明年并不会在 火腿队的先发打区上面 但我觉得这个是正面的 因为每年都说会王柏龙的名字 结果后来都没进 所以明年搞不好 柏龙就会在先发打区里面 另外一个新闻就是 在卫泉农村区的时候 那个人终于回来了 那个人 付了非常多的钱 决心要重新付出中华职棒 今年回来付出给职棒之后 今年应该可以 赚到妈主的较底了 田中将大 今年要回日本了嘛 跟他一起在下技嘉职员 对决的 栽档优素 开讯第一天就在牛棚猛丢200球 投手教练 慕田优夫直言 手画王子的状态超恢复 栽档优素就是要配田中将大啦 我觉得男生就是要喜欢 先阳刚的东西 双叔叔男生 共勉之 优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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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球干杯朋友大家好 朋友过年啦 过年礼盒 now on sale 客家花布的毛巾 琴笔灰豪的春莲 希望各位在牛年 还是有求看 去年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话题 做一集讨论过没花做 只是那个时候还没什么人看这个节目 哈哈哈哈 野球干杯永远是 洞足先机在最前线 优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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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 Barry Bounce Curse Seedling Roger Climons 三个都是超级大名将啊 但他们就是过不了75 而且Curse Seedling 是这里面其实最 最有机会进去的 他最大的问题是 他是一个 他今天不是爆气 我不要在那边被你们侮辱 之前那个安打 Peter Ross Peter Ross因为他有 毒棒球 所以他是完全不可能进明安堂 他打4000多只安打 我觉得吃尽药 对美国人来说是 他们觉得自己的棒球被侮辱 我觉得跟打假球比起来 因为美国其实 你说好像没有打过假球 其实他们有 之前很像白话队那个赤脚桥 所以才会有人拍梦幻成真嘛 不过他们薪水已经高到 后来不会有人打假球了啦 打假球是通常是 三世界国家 我们曾经也是经历过 我们经验可多了好不好 我这辈子已经运到 再4次了啦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你说那时候 如果台湾职棒没有打假球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看 有时候你会这样想 那你认真想就是 但其实某种程度的晚期 是因为你还想看他们打球 对啊 欸其实很多欸 吴斯佑 Lanew这个球团啊 对于打假球那个事情 他们的处理方式是 这个人再也不提他 我的生命中 不曾有你 那一阵子还有许文雄 那有人在外面放一个尺 他头球呢 中方上面写一个尺 欸可是吴斯佑 那个时候 你都会觉得 哇我们台湾真的是 可以养除那样的投手 亚洲职棒大赛嘛 台湾居然有 补生土壤的投手 是可以压制罗德队的打击的 许文雄也是 许文雄那时候 国际赛的时候 上去我们说 啊我们完蛋了 结果许文雄上去就是压制欸 那个时候的 懒留其实是一个 一大堆洋将的年代 可是吴斯佑就是王牌 王义政可能是本土王牌 吴斯佑不只是本土王牌 吴斯佑就是联盟最强左头啊 而且我一直很难想像 吴斯佑小时候是个胖子 就所有的新闻都说 吴斯佑小时候很胖 打击很强 可是吴斯佑真的是 我觉得他太像流星啊 太短了 吴斯佑的队友 张志佳 我觉得张志佳就是真的 大家所有人无法接受 现在大家只记得他 他爸要把他脚打断 结束 这个人就消失了 法复他被关在房间里面 已经打断了 然后用铁链绑起来 因为张志佳出现的时候 那时候是跟 陈志远同期 世界杯 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棒球 我还记得他 是天空欸 因为张志佳连他的投球动作 都很帅 个性又台湾不太怕的感觉 日本球队来 不是打不好 也是摸不到球 反了世界杯 后来就直接去西武 破那个江夏丰记录 连续28局三振 我觉得现在年轻的球运 应该知道张志佳超强 然后知道他脚断了 哈哈哈 没有你知道 他那个时候的控球 跟他那个变速球 有多厉害 不是打不到他的球 就是打不好 回来马上就是 迅速都结束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会相信 Lan Niu Lan Niu整个形象超好啊 那一年时候 整个球赛超怪的 你就觉得 为什么Lan Niu 不会赢 他们那时候对上有一个 鬼神般人物 然后陈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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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觉得陈金锋 就是 不行我现在要打一个 陈金锋 然后陈金锋 后来一堆人 跑去问陈金锋 你觉得张志迦有放水吗 陈志远说 我不知道 所以就走掉了 我们现在这样讲起来 好像都很久很久以前 可是对于我们这一辈的 看球的人来说 那是连续的耶 陈志远真的 进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无敌的状态 他也是唯一 同瑞和让他留屋子的 世界杯玩陈志远 跟一群球员 拍Playboy 陈志远就是 穿个西装里面 没穿衣服 抱一个女生这样 陈志远基本上就是 有够骚 其他国际赛也都打得 中规中规 都打得蛮好的啊 除了K金战司内 单场出千了 诶可是他就算出千 还是打的一次最平分 而且那时候的兄弟 345的成绩 是很恐怖很恐怖的成绩耶 彭正名是什么 3x85打几率 然后蔡峰安 有好像20几支拳点打 陈志远又绞成 打几率高 上里率也高 最惨最惨的比赛就是 中信队兄弟 他那时候是 整个球场这样 中信这样 这边都是兄弟耶 我有一次去看 中信队兄弟 就看兄弟一支打一支打 最后是 14比2吧 兄弟的打击是一个 吹菇拉球 古董觉得我打不过你们 我用买的 反正我有的是钱 那时候的兄弟是真的 所以大家知道是 陈志远才会那么 无法原谅他 因为陈志远薪水很高 陈志远薪水那时候 比彭正名还高吧 那后来法官才用什么 极度贪婪啊 这不是那种 极度干燥 我还去吃过一次 他开的餐厅 人家请我 我不知道是他的店 请到敌半 他穿一个围裙出来 就很壮 我一直在Costco 我一看到他 他要在买那个 美国牛 一般的是叫车嘛 一个很大的车 里面放牛肉 陈志远是 噢 这一块不做 先拉起来 他根本就是个原始人 蔡丰安 蔡丰安 蔡丰就是这样 我们讲过的球员就那些 而且蔡丰最好是 蔡丰是好像有放水 一直没有真的证据 但他就是维持在一个好像 其实我觉得蔡丰安也是 跟了陈志远一起起来的 印象对他来讲就是忙 建克 一开始很忙啊 后来突然变不忙 就是关键时刻是 打得出来的那种 我以前不会想到 蔡丰安居然可以进国家队 那时候国家队的先发一雷的时候 不是高国欣 是蔡丰安 他那时候就是那么强 我觉得他很励志啊 所以你那时候也不会想到 他居然也有放水 那个就是 洪雷和希望让他 不要影响到职棒 去打二军自行离队 你就默默离开 那他就受伤下二军 蔡丰安自己跑去跟球迷说 噢 我没有受伤啊 所以球迷就开始暴动 洪雷和很糟这样 啪啪啪啪啪 后来在查前面的前途 蔡丰安自己回来说 噢 其实我有 所以才会变成那个啊 不离不弃 兄弟名称是不离不弃 所以就没想到自己被打脸 对 不离不弃 别当北齐 不過蔡丰安现在也是有 就交求 他就是其实有 有回来啦 最不愿意听到的 其实我觉得是廖玉成 因为廖玉成是一个 你根本不知道兄弟选他干嘛 最早上秀气 然后看起来不会打棒球 他高中才开始打 其实跟王经理一样 他跟王经理提王经理 都兄弟啦 顺便提一下 王经理那时候超人害的 毕竟老干球员真的是不多啊 在那个年代 董佳佳在电视圈可能是 长得很好笑的血腥 在职棒圈就是 普通人 大家都差不多长这样 可是廖玉成是完全不一样 他是更烂的出身 然后廖玉成后来变成 夹队等级喔 那时候有一个很帅 他跟潘维伦一起进明星赛 一个是月薪二七万 一个是月薪三万 一个是月薪三万 一个是九倍 我相信所有的 那个时候的球迷跟兄弟迷 一定没办法忘掉他 拿强力胶黏自己的手 对对对对 就是他突然爆掉 然后突然消失 你会觉得为什么 连这种球连都要这样 然后你才会想到 那个时候职棒环境有多糟糕 就是你可以想象 程序已经变成说极度贪婪 那就算了 不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他极度贪婪 可廖玉成不是 廖玉成是我们的弟弟 跑到这边很努力 然后可能要变成 中华职棒的扛霸子的时候 他因为要还一个人性 然后就结束了 这个应该拍成电影 好在扭神哲现在不在了 不然他一定会拍 他应该会演林医生吧 哈哈哈哈哈哈 也是兄弟了 他已经大家无法接受到 正负两级了 因为他好像没有放水 但他接受了非常多招待 可他又伤了 大家的心 他从高中一路打 你就知道 我们高中有一个人 可以丢到152 高中他就跑去打国际赛 用史上最高签约金 跑去美国打球 因为他就是有那个天分 你就知道这个人强到爆 我觉得那个时代的球迷很幸福的是 我们有三个大联盟等级的选手 我们有曹景辉 有王健民 郭公子 而且我们还有陈景峰 这四个人都是 完全是大联盟实力的球员 然后在同一个时代出现 他过来的台湾还是 就是你每次看他对决 你就觉得血脉喷脏 如果这个是野蛮人等级的 我以为是圣骑士等级 因为他是有盔甲的那种 他感觉是很像漫画的那个 你一开始先跟三三刀对决 解决 然后接下来是跟 林志胜 陈金峰 然后石志伟 那时候你看 哇这个根本就是漫画吧 就对决 你每一次你都会觉得超兴奋的 然后后来 卖面卖尾 对对对 他才是真正那种 那时候有在中后职棒去打下去 中后职棒现在不知道会变什么样 之前那个你们不是去拍那个 他去丢了什么欧比赛 欧比赛你也觉得很兴奋啊 看到他投球你就会兴奋啊 这个人 之前做过很不好的事 伤了我们 看他上台东西投球 你还是觉得哇好帅喔 我的天啊 当然他不能打球或什么的 那是必然的 愿意把他的东西继续回归给棒球 也都是很正面的啦 人生这么长 也不会只有那一段 不是每个人都 哈哈哈哈 我觉得差别是在你也知道自己 应该要 用什么身份去面对这个事情 继续做贡献 动起来 Come on 这样讲完那些主头其实都是 知道什么球队会赚比较多耶 你看光 兄弟在这边就这么多 你现在不用讲了那整队耶 米地亚全队的讲不完啦 这集要100分钟 某个老师 某志总也是 他教了很多球员出来 我那个年代廖民雄真的是 明星中的明星 欸你说陈志勇我都觉得还不是 他是另外一个等级的 大家问一花钱 不看十报一任任何球员 看那廖民雄就好 十棒开始有女生看了 就从廖民雄开始 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们第一次遇到 原来又打假球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反应 就像去年我们遇到那个 五万肺炎 根本没有人知道怎么反应啊 你看现在又有一波 五万肺炎起来 就哦 五万肺炎 哦好啊 可是我觉得廖民雄在他那个年代 他没有任何机会 那现在很少人在提这些事情 那时候六队是 那时候应该最好买的是 三伤队统一 哈哈哈 你买不到票你就买三伤 任何队对三伤 三伤对十报 都会说卖得不好 大概也有四五千 对 四千十报名 六百人十三伤兵 黑鹰事件之后 十报鹰打总统一赛 是只剩两个人可以打 所以才有二大一 借不要的 然后他可以 一开始先一年赢两场 但是许申明对李瑞玲 其实也是很经典的对决 他也真的很惨 身体版就不好 被抓完 棒球又突然失望 十报鹰那个时候 已经是一个时代悲剧 我觉得那个时代 那时候我看什么洪一中什么 他们说 被枪夹出去吃三伤海味 可是六米熊后来做的事情 其实是 一开始说他不想打球 他还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觉得那也是 那个年代球员的悲哀 因为他除了棒球 他什么都不会 他后来他有去中国交球 然后要回来 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 工友在那边扫地 他以前是武林高兽 少林寺的感觉 我丢一个球过去 要扫把票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个事情了 柏龙一开始 就是去跟六米熊学 六米熊先叫他说 你先把这边都扫干净 再来问我 他后来教的文化的球员 都很强 而且没有真的受伤 我觉得这个很难 很多人在大学的时候 他们要拼出国 或是拼干嘛 六米熊其实 他会保护他们的 打得比较不好了 像初红生那种 我们就不讲了 哈哈哈哈 周老师还在讲 我觉得就是大时代 有一些人根本没放水 但是他最后就变成 他无法 居膝打球 比如说何继贤 陈丰鸣 对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对啊 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是 我们正迎来一个 史上最久 没有人放水的年代 对 希望不要 当然希望不要啦 但是这件事情可能 他会慢慢消失 其实日子也有放水过啦 然后他现在很稳定的 联盟成长 因为环境健全 对 其实美国也是啊 然后这些都是 发生过的事情嘛 发生就发生了 就跟酒一样 喝掉了之后 年关将近 也就刚才被 为您带来一个 充满温心又励志 振奋人心的一集 下一集将会迎来 大事件 干杯 下礼拜见 YO 野球干硬杯的朋友 在干杯之前 记得到 ANIMO 运动吧 订阅 还有按小铃铛 开启你美好的饮酒未来 Drinking Cheers